你看一个15级6神装的暴击刘凯 踏开大以后跟鲁班战录 咱们的鲁班不但轻松把它给反杀了 并且自身只掉了不到两个血 你再看这是敌方的神装鱼姬和中奎 此时不管中奎勾到谁了 鱼姬都可以秒 很幸运的是中奎勾了个鲁班 但不幸的是 他勾了今天我们要交的鲁班 所以一波反杀送对面两位兄弟上路 这强度离谱吗 还没完 反杀了中奎和鱼姬之后 一丝血的鲁班被蓝帝王给盯上了 那就这个血量能不能再反杀蓝帝王呢 能 就这个强度 咱们啥也别说了 教学开始 请先备张好这一套装备顺序和名文 专业教学仅供参考 然后是召唤式技能 敌方的战刺突进比较多 那么一定在弱化 刺客来抓就地反杀 但如果敌方比较呆 那么也可以带闪线 再把仓球换破空 两段位移疯狂拉扯 最后把雕铲给他绊掉 准备完毕 进入游戏 开局掉线了一会儿 但是问题不大 先奖励自己一个云中军 弥补一下经济 这边 蓝帝王想过来切我 朱老师当机弱化一开 我慌吗 我慌得不慌一下 敌方蓝帝王 也是丝毫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他居然敢过来切我 那这一波不但切我失败了 自己还搭进去三个 你要知道朱老师的鲁班 那是全身的科技鱼很活儿哥们 你看这里 六分钟下路一打二 打的鱼鸡抱头数出来 打的中魁丢回气甲 这是什么强度啊 八分钟不到 退到二塔 敌方蓝帝王 前前后后来了三次 但每一次都是敢怒不敢言 他连切我的勇气都没了 你看能成大事吗 他一个蓝帝王啊 连直面鲁班的勇气都没有 那好 他不切我 我去切他 这边莫子失误了 只要原地开了 这个蓝帝王死他透了 但是他非要交个一级的 没办法 我方这个阵容没有前排 因此常规的鲁班玩法 想都不要想 那是百分之一百站不住的 但是你看今天这个玩法 哎 燕主们你们猜一下 这里我能不能反杀海月 很明显 我不能 但是强度你不用怀疑 不能反杀海月 是因为我没做摩卡 但是 你上这里 来切我的是蓝帝王和花木兰 你看这蓝帝王被吓的 技能都不敢放一个就跑了 送中魁大兄弟上路以后 敌方的木兰 发现了我的位置 想过来切我 他还特意交了一个一闪 那没什么好说 若话一开 招待不周 配合队友 从这位兄弟上路 说实话 单拍的鲁班 咱就不要指望 对有人保护你 因为以朱老师的 亲身经历来看 不管你玩的多好多秀 只要你是单拍的 没有自带辅助 那么你碰到一个 愿意保你的辅助 且该辅助选择英雄 有保护能力的概率 微乎其微 二十把里面有一把 概率5% 就已经很不错了 绝大部分辅助 要么不跟你 压根就没有 保射手这个意思 要么就是选择英雄 保不了人 你上这里 被荒木兰切 莫子的保护能力 说实话 面对霸体时 几乎没什么用 所以全靠一手自保啊 并且相较于 众的孙并 中回来说 论保后排能力 莫子都算好的了 所以辅助会不会保你 能不能保住你 这个是根本不可控的 咱们决定不了 只能凭运气 但是诶 能不能自保 是自个儿说了算的 你看 哪里王看到我切都不切 但我的伤害 又可以两缩子 秒对面一个前排 咱们唯一的软肋 可能就是敌方的法师 因为没做魔抗 他打咱们是真痛 但其实到后期了 你能吸血 一般的法师 只要秒不掉你 那么 就绝对打不过你 严祖你看 朱老师批的 这都追着去打 对面男女王了 这讲道理吗 这还有人听位吗 没有了 可能有的余燕会说了 没有闪现 鲁班的机动性会很差 但是鲁班的手长啊 而且即便是有闪现 那鲁班的机动性就能好吗 也好不了啊 一样很单 举个例子啊 你面对飞 蓝 要 人家三四段位移 你就一个闪现 你怎么跑 你被他们切 不还是跑不了 再比方说 你面对中魁的勾 连泡的出镜 一旦被先手了 你还是跑不了 当你跑不了 你反打 请问弱化和闪现 哪个反打能力强 搞明白这层逻辑以后 你就会发现 刺客来抓 就地反杀 是鲁班最好的选择 你想想看 一个鲁班弱化一开 你要是男女王 你敢切吗 你切之前都会怂三分啊 所以彦主们啊 今天这玩法 你学废了吗 还是那句话 赢了 请务必报 猪老师的名字哦